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 DSE 2015年的Paper 2第16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條題目 它說現在的height and the base rate of A 有一個right circular cone R12CM and 9CM respectively 它就說現在這個figure就展示了一個叫做Fastrum 即是這個東西叫做平折頭體 切了上面那個頭 它就說 which is made by cutting off the upper part of the circular cone 好了 即是切了那個圓椎體的上半角那裡 它就說那個height的高度of這個Fastrum is 8 即是這個高度是8CM 好了 它就叫你find the volume of the Fastrum 即是說這個東西放到多少水呢 是不是那個體積是多少呢 OK 好了 事不宜遲 轉張單項紙出來再說 我經常都說有圖有真相 尤其是現在的科技很先進 按個按鈕 覆圖出來 而且我已經加工了 事前已經 我加了這些綠色的線下去 看到嗎 而事實上 它就有提及過這個平折頭體 原先的Fastrum就是這個 圖形 首先把剛才題目的資料加進去 剛才它有提及過 就是個圓椎體 原先有個圓椎體就是這個 它整個高度是12 是嗎 而它的底半徑是9 所以我們先記錄一下 即是說這個是9CM 是嗎 而事實上 它有提及過這個平折頭體 這個高是8 所以其實 你讓我記錄一下 這個我就會記錄8CM 即是這一段的高度 行不行 那你全長是12 所以我記錄一下 我就不記錄12 12減8 就是這一段是4CM 所以我會記錄4CM 因為這樣記錄方便自己計算 是嗎 好了 那4很噁心 四個先 對啦 就是4CM OK 畫個M也很噁心 好了 那希望好一點 好看一點 好了 而事實上 我不知道 或者你給我 我自己也 我不知道這個 的Radius是多少 那不如我就叫它做 R 好嗎 好了 那接著我繼續給一些 我用回6筆 可能好一點 我叫它做R 這個半徑 對啦 這個圓的半徑就是叫R 而事實上 不如我就給它一些名字 我叫現在這個小的圓錐體 這個小的Circular Cone 這個Volume 就叫做V1 好嗎 那當然啦 我叫這個Fastrum 即是這塊 這個平折頭體 這塊東西 這個Fastrum的Volume 我就叫它做 V2 OK 我們正式來這個了 其實我們現在想計的 就是這個平折頭體的體積 就是我們想計的就是V2 這條毫無疑問 它在考你 應該是相似的圖形 是相似圖形 我會發現 現在這個小的圓錐體 和大的這個圓錐體 其實它們是相似圖形 是嗎 所以我們會知道 就是 亦都看到一些東西 就是這個小的直角三個型 和大的這個直角三個型 亦都是相似圖形 所以我們會看到 就是說 這條R 根本上相對應就是9 所以其實我會寫 就是R over 9 理論上對應哪兩條呢 先寫好 太噁心了 相對應 當然就是 這條4 就對應這條整大條 就是12 是嗎 所以就是 4 over 12 是嗎 而事實上 在這裏 靠插相承 弱一弱的情況下 R 其實就等於 3 好了 換言之我更新資料 就是說R 就是3cm 而事實上 如果我知道這個是3 那就是我現在想計算 V2的體積 我就會知道 因為這個小的圓錐體 小的圓錐體 以及這個大的圓錐體 根本上就是一個相似的圖形 所以它們的Volume的比例 即是V1 over V1 再加 V2 好了 就會等於什麼呢 當然就會等於 Volume的體積的比例 雙次圖形 這兩個是不是雙次圖形 它們的體積的比例 Volume的比例 就等於它們相對應的 邊長比例的3次放 那什麼叫相對應的邊長比例 即是如果你拿這條是4的時候 那你就要拿這條就是12 是嗎 所以這裏我就會是4 over 相對應整個大圓錐的高 就是4加8 對啦 這裏就是邊長比例 整個東西的 3次放 因為Volume 就是邊長比例3次 OK 所以我不再用Color 那麼多Color 那麼煩 所以這裏就是V1 over V1 加 V2 就會等於什麼呢 就會是4over12 4over12 即是 1 1over 3的 3次 所以在這裏 33999327 那就是 V1 就over V1 再加V2 那就會是 1 over 27 V1 意思一上 最後Color Color 相乘 即是 27個V1 就會是 等於 V1 再加V2 將右手邊這個V1整個減掉的格力 27個V1減一個V1 就是26 所以其實就是26個V1 就會是等於 V2 行不行 所以換句話來說 這個我就叫它做 一色 在這裏都盡了 是嗎 那我給你一個highlight 等你舒服一點 等一下 給你一個黃色highlight 來吧 即是V2 等於26個V1 是不是 好啦 而事實上 如果你讓我繼續做下去 現在我想看一下 V1 Volume是多少 好嗎 V1的Volume 你算不算得到呢 就是這個圓錐體 小的圓錐體 你有 底半徑 你也有個高 那當然可以算得到 是不是 那我們算了 V1 好啦 寫好一點 V1 是吧 那麼V1 就會是等於三分之一 底面積成高 是不是 再乘個底面積吧 底面積很明顯就是 πr r就是3 二次 是不是 好啦 底半徑就是這個啦 πr就是2次 就是π3就是2次 再乘個高 高就是4 所以在這裏 再乘個4 所以如無意外 這裏你會計到 就是12π來的 而事實上啦 既然你知道 V1是12π 是不是 這裏你看到的嘛 那你V1 一落這個位 你就算到V2 所以啦 我們現在知道啦 我們現在知道啦 V2 其實就會等於 26 再乘2 就是V1 V1當然就是剛剛計完的12π 是不是 所以最後答案啦 就是26乘12 就是312π 就是 cm3次 OK 可以嗎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啦 312π cm3次 當然有啦 正確答案就是b OK 行不行 好了 那查一查看 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啦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裏了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啦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啦 拜拜